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知道 我跟媽媽 我们两个一起去拼的感觉 就跟我妈讲说 这个是你最后一次的人生 最后阶段 所以我希望你说 你可以把你这个故事 人生过得精彩一点点 只是要让一个脑干手术后 无法久战行走的人 成为建立选手 人生重新精彩 谈何容易 亲子照顾训练的张良晴 这四年来就遇上好多困难 和突发状况 我妈今天要比赛 我不晓得她今天的比赛时间 这么地延后 像这天报道后 得知上场时间延到中午过后 她下午预定的接送机工作 得赶紧找人顶替了 我后面在补你 我一定努力跑车 OK OK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拜拜 拜拜 为了兼顾母亲和生计 不久前才转行当租赁车驾驶的她 其实有点担心影响之后的接单机会 但还是沉住气 不让妈妈跟着焦虑 毕竟眼前最重要的是 先好好休息准备出赛 说到准备 事情可多着呢 她得先替气切插鼻胃管的妈妈 特调食物补充体力 上场前还要再加一种饮料 避免血压过低 咖啡可以让她振奋 然后可以心跳加速 然后可以拉高她的血压 专业俐落都是过去的训练 张良勤曾是护理师 后来爱上健身才考照当教练 只是从没想过有一天教的 会是自己的母亲最难的考验 因为这学生和别人不同 脑干损伤导致身体失衡 严重低血压 连暖身都得每一分钟休息一次 好 OK 休 但这学生却始终精神异议 充满热情 所以怎能不好好教呢 她印象中以前的妈妈很封闭 没这么开朗 她其实就是默默地在 帮这个家打理 然后就默默地做事这样子 真的就是很普通的妈妈 爸爸挨事后 妈妈才外出求职做照服员 只是没多久就听她抱怨 头晕头痛常跌倒 进一步检查状况真的不好 之前在警察室待过 其实大概有看过这种个案 就是看到这个个案 就基本上就是几乎都时间不长 你在看到是什么 就是在脑干的位置 是脑干脑癌二期 不处理再撑也几个月而已 所以在和胸结讨论后 还是决定开刀 即使后遗症会很多很棘手 第一个是没有吞颜反射 在呼吸中处有受损 所以她没有办法很好的自行呼吸 然后再来就是她的平衡受损 她有可能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停止心跳 或者是血压直接到没有 所以当时在照顾上 我是在她睡到旁边 然后我可能就会绑一个绳子 然后我就说如果你有什么状况 你就拉我一下让我知道 然后我可能没办法好好睡觉 因为我随时都要盯着她 或是坐着在旁边看她 的确术后无法自主呼吸的唐玉珍 多次进出家务病房 这让儿子天天提心吊胆 你看到如果说你自己妈妈 你每天都看她回来 她都藏在运动上面 我想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 我自己会受不了 因为那个 我自己在医院看太多了 那根本救不了 已经变到那个状况 你基本上救不了 你就只能等待 接受她死亡的时间而已 她无法消极地看着母亲走向终点 无法接受像几年前一样忙于工作 爷爷 爸爸 奶奶相继离开 自己什么都没做 我觉得好像不负责任的那种感觉 所以几经思考后 还是决定辞职扛下照顾责任 那真是大挑战 唐玉珍脑损有语言障碍 现在塞化妆棉 吸唾液就能说话 可是后来自己拿牙刷 居家附件快一年的成果 她就每次就是可能拉个五十下 就压着然后舌头 用力地往后自己这样子做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说好讲话 我真的就是聊天讲话 不然以前完全不行 初期不但无法应答 影像记录中还可以看到 气切装鼻胃管尿管的她 连从床上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她刚开完到 刚出家务病房的一两个礼拜 如果不做点什么 长期卧床只会加速退化 懂护理和健身的张良勤 于是给了个建议 你要不要尝试运动看看 然后就跟她沟通 你如果想动 我带着你 没想到妈妈没抗拒 还很配合 就这样让她从伸展肢体 开始带着做 这在当时可吓坏了 所有来探病的亲友 就你让她躺着休息 就给她吃点补的 可能会带来个鸡筋 或是煮个什么鸡汤给她 只是我就认为 这么一点用都没有 对我来讲 我就是想要让她去动起来 才是对她帮助是最大 还好他们因此动摇 还决定再多做一些 基地训练来讲 它就是可以让病人 第一个是提高肌肉量 跟提升基地 这是人体所需的东西 你把它练回来 自然而言越来越好 她也愿意让我去做尝试 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做看看 所以我才让她碰重量 你好了就得来 好了就可以来 只是要重训就得找场地 这难了 激少症嘛 然后又有骨质疏松 又是脑癌患者 又有血压问题等等的 反正她的问题很多 通常这种个案送到健身房 不会有人收 在买了些二手器材 把客厅改成健身房之前 她是到处奔波询问 才找到愿意配合的业者 但真开始训练 问题接踵而至 像这个的话 就是我会扶着她做 很多基本的妈妈都做不了 尤其是深蹲 她只能先拆解动作 再慢慢引导 这时候我会先让她 试着去控制自己的平衡 让她去试着站稳 我觉得主要是平衡跟血压 这是最大的两个难题 好休息 我大概自己算过 大概三四秒 她如果不动 站在那边不动 然后她就晕倒了 她马上就要躺下来休息 坐坐停停很消磨耐心 还不能不全程紧盯 曾经就因为疏忽出了意外 她拿着狐狸 在做蹲的动作 因为 就是因为平衡的关系 她没有站稳 所以就往前扑 往前扑的时候 就直接头 直接一点去撞墙 来了 躺很久了 所以后来 即使妈妈在做的是 能躺着相对较轻松的卧腿 她也一样绷紧神经 时间久了 人也就疲乏了 再加上看到同龄朋友的生活 多采多姿 张良晴开始质疑当初的选择 你会很想要脱离这种生活吗 想 很想 真的 有时候都有很多 不好的想法 能放手吗 我只要任性地拒绝 我妈就绝对 很快就走下坡了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 我妈至少她是很乐观的 她没有拒绝过我的所有的指令 因为她就是完全把自己顾得很好 要特别特别照顾好自己 其实妈妈一直以来 都不让孩子担心持续练习 体力不太好时 也从没排斥过挑战 像这一天就试举了60公斤呢 难道不值得为这么努力的人 坚持下去吗 想到这她告诉自己别放弃 找个新目标持续前进吧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练 不然你儿子真的是这样 那是试着参加比赛 没想到妈妈不但乐在其中 表现还很稳定 更在2022年的建立三项赛事上 达到巅峰 耶 来 起来了 锁住了 对不起啊 她这一把其实很稳 站在巡峰上 不间断的密集训练 更让她的状态 慢慢进步到生活能不分自理 她的改变感动好多人 也激励了张良琴 大家一起为她加油好吗 好 加油 重心调整一下 好嘞 没问题 就是喜欢看到她这个样子 就会有一个动力 可以让我们可以持续地进步 可以让我们持续地坚持下去 这样子 加油 全球 最后一天第一个 要表yes 你放手 我很快乐 因为不会是很正常 我会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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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哭的 不是哭的 我是唱歌 让人家看 老儿 也可以 愿咀咀咀 她现在真的不一样 活得很有尊严 也很多人知道她 然后向往他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就是说如果是依照 其他的病友来讲的话 其实对他们看来 在他们眼里 这就是一个梦想的表现 他们不问你一次也没有奖金 只是想证明 母子俩没有被一场病打倒 反而更爱彼此成长好多 你没有专心 提早遇到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 至少我是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 我还有力气去处理 承担 所以继续拼吧 也许现实考量下得先开车赚钱 也许妈妈的健康状况仍有风险 但只要能一起训练 比赛 登山 田与四青 拍沙龙罩 一一完成每一样想做的事 把沉重的生命 活得轻盈高采 也是种成就 至少我做了一件 应该很多人都不敢下决定的事情 就是我愿意我这样照顾我妈妈